TVBS 晨天快 希望帶您持續關注 在這個政治的焦點上面 鄭文燦積壓48天後已選桃園地方法院 漏夜開積壓庭 今天凌晨是以裁定2800萬元來交保 根據UDN報導呢 其實何怡婷是綜合考量鄭文燦涉案情節 還有逃亡的可能性 再加上這一案侵害的罰疫程度 以及被告家庭經濟狀況等 所以呢最後呢是裁定呢 這個鄭文燦是2800萬元聚保 而且呢是限制住居在這個台北市的中正區的住處 以及限制他出境出海是8個月 同時也禁止鄭文燦對這個同案的被告 以及證人等人來做一些相關的接觸 另外他們也認為像是這樣子的判決 已經呢是足以產生相當的約束力 可以作為羈押的替代手段 因此呢才沒有採取這個羈押的必要性 不過呢帶你持續關注呢在這一起案子 其實這裡面呢橡皮筋竟然成了一個關鍵了嗎 因為檢方就是靠他認定這個鄭文燦對於匯款是知情的 這鄭文燦呢是在桃園市長任內涉嫌收回500萬元 而呢他一開始呢是說這500萬他是不知道的 是這個廖俊聰跟廖立廷父子丟包在市長官邸 不知道這裡面裝的就是巨款 所以呢他之後還給他否認收回 但是根據《自有時報》的報導 其實他們就說鄭文燦針對他不知道收回的這個說法 檢方是點出這個廖俊聰的父子行為的時候 用的是銀行的9分紙鈔帶來捆綁 其實鄭文燦那時候呢返回的時候的現金 卻是用這個橡皮筋呢來捆綁住 所以明顯可以發現這兩個呢已經不是同一批的紙鈔 而且這多達500萬元的現金其實重達5.53公斤 同時又在這個深夜是當面的交付 他們認為這樣還有可能是不知情的狀況嗎 不過這回被起訴的11人當中 其實就包含了這個商人律師還有卸任的前檢察官跟檢方 而檢方的調查呢這一群人是從106年就開始在餐廳密會餐序 為的就是開發案如果坦承就能謀得高達24億的禮 大家可以看到現在又爆出虐童案件了 這回是在花蓮的參觀育幼院 他其實呢爆出是用這個熱肉絨膠還有藤條來虐打 甚至還綑綁孩童呢在這個輪椅限制他的行動 一連串的不當的管教呢現在通通呢都被揭發出來 而根據自由時報報導呢其實就有立委還有相關團體 是認為這個花蓮縣府明明呢就已經貨報 但是調查了兩個月到現在都沒有相關的報告出爐 因此他們決定是不是要交給中央一起來處理呢 不過縣府他就駁斥了他說在六月獲報之後呢 已經依照這個兒童少年權益的保護法等相關的規定 來進行兩次的會議 預計會在九月份的時候就會給出最後的確認 同時呢也會按照呢相關的一些法律呢 要來進行呢後續的一些調查 也強調他們並不是沒有作為 而針對現在個案的狀況都有專業的心理輔導 以及相關的資源都已經在陸續啟動當中 今天需要提醒您如果呢你這幾天要去日本的話 要多加小心以及留意了 因為現在這個山山颱風其實正在朝日本移動 但是因為它的移動是非常的緩慢 甚至局部的地區已經出現了非常明顯的雨勢 更造成愛知縣發生山崩 導致有一家五口是一度被活埋的 根據這個中蛇報道 這日本氣象庭就預估了 包含在關東 九州以及四國這些地區 有可能會出現這個破紀錄的降雨量 甚至現在山山都還沒有接近在日本本州 但是局部的地區已經有明顯的雨勢了 因此包含在這個愛知縣 其實在周二的深夜就因為這個大雨的關係 發生了山崩 因此民宅是遭到掩埋至少有五人受困 而其實現在其實是有一人獲救 但是還有四個人是生死未捕的 知日氣象粉砖 台灣颱風論壇 天氣特輯 其實就點出了 他說這個山山颱風今天開始腳步 可能會稍微加快一點點 會朝九州來前進 預計明天晚上會在長期附近登陸 但是他也預估這次對九州地區的威脅 可以說是非常的大 最後帶您看到是這個財經的焦點 也就是這個房貸的余貸呢 其實余貸額呢 現在已經是逼近去年的全年增額了 根據張社報導呢 統計到今年七月底為止 這個銀行的房貸余額是達到10.6兆元 而看看前七月的進成長是高達6166.07億 這個數字已經達到去年國營房貸余額增額的93.77% 而這個房貸余額年增率呢 更是衝高到10.84% 主要原因是因為疫情之後呢 景氣復甦還有這個自助需求 以及建案完工交戶等因素 因此呢才把整個數據跟著一起來提升 另外在這個國營辦理建築貸款余額方面 也將近是三週7197億元 這年增率也達到3.54% 也顯現出這個建築成本提高 也導致周轉金的需求跟著增加 以上就是問你掌握到最及時的新聞內容 將鏡頭交還給主播一輪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